來看一下什麼顏色 喔 兩層耶 欸 沒有人猜得到的顏色 欸 不錯耶 然後 早餐 然後塗在上面 五六點的時候 送到我們樓下管理員了 今天不了 因為我大概有事情 要先走 那今天就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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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小訣竅 早安 來準備早餐 今天呢 想把這個酪梨 酪梨加草莓 然後 吐司 起司 那成品會變成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亂搞 然後 那成品會變成什麼 這個熱鍋五分鐘已經好了 先來處理 酪梨 把酪梨弄成泥 然後蛋 蛋先加熱 哇 蛋有點破 酪梨 其實酪梨蠻好剝的 那我就在上面畫餡 然後這樣 剝下來 剝下來 一顆 再把紙取出來 切半 酪梨也只長這樣一顆 然後酪梨 酪梨然後 把這草莓都弄下去 也有把起司放在 剛剛蛋上 酪梨 也不錯耶 酪梨草莓醬 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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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準備咖啡 用這糖 好像太多了 組裝 濾氣 洗一下 好 來 喝一口 這個磨豆機 初次見面不是很優位 可是 很不錯 好 最後蛋 早餐 起司蛋 炒麵酪梨跟核桃吐司 然後拿了Presso的冰咖啡 開動 現在時間八點三十二 大概花不到二十分鐘 十幾分鐘 這酪梨醬很好吃 加草莓 草莓醬 把它塗在上面 裡面可以是酪梨加草莓醬 可以 好 再泡一下 沒有了 磨了 將近五十克的肯亞 然後打算泡 六百CC 現在是八點五九點九點 所以加八十七五點五六點的時候 拿出來就好 好 五安現在是 四點十分 總算忙一個段落 有一位河先生 他托 他托朋友 把他的滑板 送到 我們樓下管理員那邊 他好像早上就送去 但我一直到剛剛 忙完才去 蠻有想說 我出去回來的時候 再來拿就好 來看一下什麼顏色 兩層耶 你們猜什麼色 欸 沒有人猜得到的顏色 我都沒猜到 我本來看這袋子的顏色 我覺得可能是 紅色 可能 但是 OMG 這個是原廠出的嗎 這不是紅 是有點 橘 橘紅 他的顏色不是紅 我這手錶才是紅 他這個紅是 不會形容欸 橘橘紅紅的 好特別的顏色喔 來幫他改 這次是紅色的顏色 是紅色的顏色 是紅色的顏色 如果是紅色的顏色 好特別的顏色 好特別的顏色 它這個顏色真的我第一次看 這個橘又不像橘 應該說橘然後偏紅的顏色 這個核先生他在台北 那他是跟我說 我可以的話就直接送到我們快到捷運站那邊有眼鏡店 我們認識裡面的朋友 好吧我待會兒送過去 完成 對接下來時間應該可以來烘豆子 對 我把手機磊過回去 好是x2 等一下那個水晶也跟我明明 出去了買東西 欸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交給他 好結果那位磊現在不在 我交給他重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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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6點54分 很趕 很趕 剛烘完豆 然後這個 今天早上冰量 可以了 把裡面的這個 拿起來 再放回去冰 有朋友問我說為什麼要這樣烤 這個是 讓水保持溫度 不要冷掉 這邊是把這個水氣烤乾 就稍微烤一下 它裡面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雜味 我烤一下會把那種雜味烤掉 這是剛烘的椰家 現烘 現喝 這剛烘的喔 那很多人說剛烘好不能喝對不對 其實是可以 其實可以 那主要是我們烘完之後 我會想確認一下 這次烘的結果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自己烘 所以其實每一天喝起來 那味道都會有一點點的變化 那最佳散味期當然就是 三天以後到七天 左右 那這一般你沒有自己烘豆子 你是不太可能喝得到 剛烘起來的味道 那另外這個是肯亞 所以我打算做espresso用 稍微烘的深一點點 接近二爆 但我們還不到二爆 麵包 這是 木村的 木村 好 因為我待會趕著要走 不多聊 看一下 剛剛看到訊息 阿鬼 我那天給他一點豆子 他說我豆子超好喝 過獎 過獎 好謝謝 現在7點01分 今天禮拜五 我剛剛改了一張滑板 對我剛剛改那張滑板呢 很妙的是 他的朋友在我們前面的眼鏡店 他就請我直接把滑板送過去就可以 就不用幫他寄 這樣 真好 可以 今天不聊 因為我待會有事情 要先走 那今天就這樣 拜拜 這個是貓式料 小肥 8公斤 這個 13公斤 104公斤 只有你在家 耶 哦 撞到了 只有你在家 我帶你的飼料回來 你看 這是什麼 你看這是什麼 跑掉了